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看长线 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线的影响因素是 我想自去年开始浮现 就是究竟香港有没有实际的需求 去吸纳来的一些供应 譬如你政府一直都知道 好像供应不够 供应不够 亦都在未来多年加大一些供应 但我们正面对人口的萎缩问题 另外就是移民潮 其实已经最新在政府 或者英国相关的一些数字 反映出来 Patrick内部有没有多人讨论 究竟这个移民潮 能不能够比美 即当年或者90年代那种 其实真的可能每年五六万人走 对香港楼市有什么影响 是的 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研究 就是关于移民的情况 或者其实整个人口的问题 因为其实也不仅是移民的 首先就是人口增长 其实是放慢了 其实有两部分 我想第一部分 就是本身人口自然的增长 其实是放慢了很多 甚至去年 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其实整个trend都是向下的 是的 看到这个图 是的 其实跌了六千七百个 如果你说从出生率 再减减死亡数字来说 是一个负数 都是第一次见的 这个也是一个 对长远来说 都有一个警号 再加上其实刚才说的 是人口流出 或者移民的问题 我想就两方面 当然现在其实有封关 很多时候就是令到 人口增长一定会慢了 是的 因为国内没有了 有很大批的人来 单程证那些 是的 以前每年都会有 比较多的贡献 去年好像只有万多人 是的 因为主要很大程度 都是封关 所以有影响在 尤其我想移民方面 也是另一个考虑因素 我想就是看到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推测 或者很多判断 都未必算计算 实际上多少个人会走 可能身边听到很多朋友 或者坊间很多 吃饭饭的就值了很多 是的 但是你说实际上有多少 其实我想真的要科学化一点 看 我想比较简单 就是看英国内政部的数字 就是BNO申请的那些 是的 BNO的签证申请那里 因为其实就看上半年 其实申请来说 都超过六万宗 其实批了的都有四万七千 因为批得快了 后来第二季批得快了 是的 所以我们也有 其实未出这些数字之前 我们都年初 都已经开始做了这些研究 就是说 其实大概估计有多少个人口 多少%会走 多少呢 是的 我们也有做不同的模特 去计算 但我们计算了 大约是一个百分点人口 其实是七万人左右 可能今年会走的 这个会不会保守了呢 譬如我又不是混淆大家 但是譬如你统计处最新的数字 譬如你上半年同期 你说移出的人口 其实是差不多九万 八万九千多 当然 里面有些可能是移民的 有些是工作的 有些是读书的 又或者是封关的因素 也不能回来 那些 譬如你说的1% 已经远低于这个数字 会不会 就是你们的model 的sensitivity analysis 有没有一些 再extreme少少的估算 就是对于楼市的冲击 其实我也有的 其实就 本身人口方面 因为它都有很多 计算不同的数字 那么首先就是 看回人口 如果你说是年中 就是六七月的数字 再对去年年尾 那其实那个下跌 就没有那么夸张的 就跌了三万三千多 那当然也要看回下半年 因为其实七八年月好像是旺季 所以这个也要看回情况 但是我们也有做回 其实有1%的人口走的 或者去到3% 4%的影响 我想对那个住宅来说 是影响的空置率会比较大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去年 都是大概4.3%的空置率 那其实今年有机会上到5.4% 就是1%的人走 是的 但是如果是去到最厉害的 最糟糕的 可能我们预期是 4%的 那就是8.2%的一个空置率 那当然 其实这个也未必会去到那么夸张 其实我们也有看回 之前英国政府也有预期 预计就是这个BNO签证 可能吸引到30万人的香港人去申请 那可能这个就是4% 所以这些我们也会看回情况 那当然 你说一年就没那么快的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虽然上半年申请可能6万多个 但是 长远来说 很多可能申请了 批了又未必那么快走 又或者先看看 香港的经济情况也OK 又未必走 又或者是走了 但是都留了一层楼 在收印租的 也未必说 真是沽了那些楼 很恐慌的 急着走 是的 是的 因为这个也反映到楼价的情况 其实楼价都因为这些影响 其实不是很大